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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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那台房的房間 應該就是你應該肯談過 然後瞭解他的需求 因為這個打造 就真的很男生喜歡的感覺 對 沒有錯 他其實這位男生呢 他是居住在國外 那當初我們是透過Skybee的 一個方式來做一個 他整個空間的規劃 那包括我們幫他 模擬的一個3D的空間 就是幫他模擬他喜歡的一個色彩 當初他就很明確告訴我們 他喜歡這樣冷調 一個對比色的一個設計 所以我們在他床頭的主牆 我們就幫他挑了一個 有暗塗層的一個深顏色的壁紙 那當然包括這一個天花的部分 他這整個結構體是從客廳 一直貫穿到整個的一個臥室 所以他那根橫樑 是貫穿他們家的這一面 沒有錯 喔 了解 所以我們在這個天花板的部分 我們也是幫他做一個 鏡面的一個反射來做修飾 當然這樣的顏色也是我們 這間房間主人 他非常喜歡的一個設計 然後我們把它延伸到 做一個MO字形 把它延伸到整個左右的一個 一個牆面 都幫他採用同樣的一個材質 剛剛我們在客廳看到 你是用灰鏡對不對 對 這邊顏色比較重喔 這個是一個黑鏡 它顏色又更深 讓它整個空間的對比色 又更跳脫 總而言之呢 他兒子要的房間是一個黑色 白色跟點綴一個紅色的 時尚空間 對 小小的一盞吊燈 去讓整個空間溫暖起來 女孩房的設計裡面呢 事實上我們採用了一個 比較休閒的方式 最主要呢 在於它的床鋪的部分 我們是採用地板架高 從它床底下有一個管線 從那邊經過 所以那個地方 我們是一定要架高 那在這個架高的部分 我們如果再放一個床座上去的話 就顯得它的高層太低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部分的設計 我們就剛好幫它做出一個床區 那也顯得小女孩 它可以在那個地方 有另外它單獨一區的一個使用方式 哇 果然它每間房間的那個 感覺跟風格都不太一樣 對 我們四間的房間風格 都做不一樣 那像主臥室這一邊 它一樣也是沿用了很簡約的一個做法 那可是事實上你現在看到 這整面的一個櫥櫃 它其實都是系統櫃 可是一般人對系統櫃的一個材質 其實都停留在可能就是 比較廉價的感覺 對 但是我們在壁面的部分 我們就幫它用了 剛好的做法 所以你說這個門片 不會是鋼琴討氣的 對 沒錯 還不錯 還不錯 OK 剛剛我們也有提到說 他們家有一個那個梁 整個從客廳 橫關到兒子的房間 到主臥室一樣 還是會碰到這個梁 沒有錯 那我們在它臥室的部分 有幫它 就是在天花板比較低的地方 我們幫它規劃一個閱讀區 那在空間的一個規劃上 當然就是在用銀色上面 來幫它做一個 不同區域的一個跳脫 如果真的親人來 然後如果不是很介意的話 那邊也是一個很棒的地圖 對 沒錯 我們可以當作是客房式的 就是在那邊打替布 還不錯 多一個空間 當然進到這間主臥室呢 最吸引大家目光的 絕對是我身後這間 透明的衛浴空間 沒有錯 因為我們當初就是業主很 很希望回到房間去 好像到五星級飯店 那有放鬆的感覺 路口門進去 先右轉才是我們的蝦瓦區 蝦瓦完才是我們的一個泡澡區 對 其實這四間衛浴空間 照你這樣子的排列組合 跟動線規劃的方式 它是完整的 你也不覺得有隔間的感覺 對 沒有錯 而且在色系上面 也是完全跟主臥室 是融合在一起的 對 OK 你看到今天的這個房子呢 就是在屋主 完全信任設計師的狀況下 可以幫他重新打造這個空間 舊屋翻新它是一個非常繁瑣 和專業的一個工程 應該還是偽有專業的人士 來幫你做一個統籌規劃 幫你有效的控制預算 還有一個管線的配置 合理的一個動線的規劃 那這樣子的一個規劃出來 和一個作品的呈現 它其實它將來要用二十年 都絕對沒有問題 三十年四十年應該都不成問題了 沒有問題 對 原本採光不佳 動線凌亂的老屋 經過設計師全盤緘密的規劃 不僅放大了空間感 更讓家庭中的每一個成員 都能擁有自己喜愛的小天地 透過專業打造出的完美空間 讓全家人用一輩子來細細品味